在时尚界有一种说法叫做合影杀手,指的就是超模。 而明星们与超模合影,也是能避免就避免,因为她,她们实在是太有气质了,女明星望她们身边一站,身高气质分分钟被秒成渣。 今天,小编就带大家看看明星与超模的区别。 在超美GGG品牌发布会上,超模GG赵磊,还有妮妮、王子文、刘亦菲这样的人气女星助阵,只可惜,我们的气质女神刘亦菲腿太粗,和妮妮与GG的戏长直相比,简直就是大象腿的存在啊。 遇上身高占尽优势的超模,女明星发挥各自的超能力,力保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,可尽管穿上再高的鞋子,还是输了,遇上超模,在镜头前再有感觉的她们依旧被秒杀。 大表姐刘云的气场一直很强大,在中国她是超模中收入最高的一个,实力也是有目共睹,气质更是与众不同,和宋茜坐在一起,首先身高上就有优势,即便大表姐刘云故意弯了一下,还是要比宋茜高,尽管宋茜坐得很直很挺,还是没有比上大表姐刘云,与王子文在一起。 原本有点欲解放的王子文,瞬间变成了小鸟依人,与唐烟同框,两人都是淡装,看上去非常舒服,而且唐烟也有身高优势,两人不分伯仲,与娱乐圈著名的气质美女刘诗诗在一起。 刘诗诗,也只能说勉强应对,杜鹜马苏两人曾一起亮相某红塔现场,有马漂亮之称的马苏,穿了蓝色礼服,可在杜鹜身着黑色礼服高冷气质的碾压下,礼服瞬间变成路边摊,光是身高,就差了好大一截。 绿燕现在不仅是超模,演员,还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,获得了L风尚大典,L年度中国设计师奖项,可是时尚界领先人物,关芝林与绿燕一起看秀,在国内人的审美眼光中,还是喜欢大美人关芝林更多一些。 合岁上跑男时曾与AB合照,A8可以说是腐白貌美大长腿的代表了,可与超模合岁相比,被秒的连渣都不剩,与凯特莫斯合照的刘嘉玲,强势气场瞬间转变成小女人般,脸上的笑容也相当柔美,与凯特莫斯也是配一脸有木有,气场女王女王范冰冰,平常都只有把别人秒成渣的份,可在182点世界小姐张子林面前。 饭也败了,张子林天生的身高优势,完全压制住了女王的气场,即使冰冰的眼粉耐打,可是在张子林的面前,这颜值似乎也亮不起来。 在今年的《嘎那红塔》上,我们的素颜女神王立坤与名魔神员西子同在红塔亮相,两人都是俏皮可爱的代表,两人站在一起,也丝毫看不出来,王立坤已经三十多岁。 相反,更像是二十多岁的少女。